因為是他們住歸人嘛 那住結業家 就這樣會想講 我們工作呢 後學在結業家直接的工作 公司工作是一個禮拜是一到六都要工作的 就是正常工作 所以只有休息時間就只有禮拜日 禮拜日可以休息 那其實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等於說就是後學的工作的內容就是一到六 那段時間就是只有 早上去工作然後就起床 然後突然禮拜日可能有些課程後學跟姐姐講 就開才會有才有方法去參加佛堂的班程 可是可是後學因為一個禮拜一到六的這樣的時間 後學開始慢慢就越做越久 因為很很很辛苦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在自己的親戚家工作 其實就是他也是我姐姐嘛 會有一個很難拿捏的尺寸就是 譬如說後學是員工 那在員工的時候後學做事情是要定量做好嘛 可是在家裡面的時候後學是爹爹的爹爹 可是他們又有一些家事要讓後學做 可能會跟後學講 那有時候會請 後學會覺得就覺得說 他請後學去幫他們洗衣服 幫他們拖地 掃地可能幫忙清垃圾 這個後學知道可以幫忙 可是你會去他根本跟你要求的時候 其實你不太容易會去跟他們玩具 因為你自己也知道我是他們員工 我可能要表現好比較好 所以當時候後學內心其實會極度的叫招 會覺得說因為事情太多了 因為你有兩個身份 可是你那個身份 其他人真的很難拿捏 你又是員工又是弟弟 那你會發現你負責的責任相對為多 然後那段時間一到六這樣工作 然後可能日有幫才會去佛堂 這樣後學也漸漸發現 人生我來到這個世界 我來到這個世界 這個人生到底是為了什麼 我到底 我怎麼一直在反應上這樣打轉 這樣打拱 就是覺得人生已經徬徬了 已經失去方向 後學才才發現 好像應該做點什麼事情 那也做了一年多 然後後學也跟媽媽 跟姊姊討論 然後說我其實想要去 跟他抵班做工作 找工作做完 然後我也想去 想去回佛堂去 去學習這樣 那後學就跟姊姊做辭職 那辭職一樣 那時候後學有講嘛 不斷學講 那時候還在實習 然後一樣 禮拜三有讀劍班這樣 那後學就 就剛好 剛好他就跟後學講到 那學長要不要來活食團 然後後學就答應了 因為後學發現 嗯 真的 我們 真的要把 真的要縱盛侵犯 這件事情後學也 記得在心裡面 真的要縱盛侵犯 因為 後學在房業上 那個做工作的時候 他突然發現 真的發現說 一直在工作 做工作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會慢慢的 會有種徬徨的狀態 會覺得 人生真的是為了工作而來的 還是 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應該讓我們去做 讓我們去做 所以後學就 答應了去火食團 這樣 後學其實也 滿感謝 當時候的 自己 願意做這件事情 那就準備去火食團去 踏出我們 所謂的舒適圈 因為 其實後學也是 踏出火食團 去火食團 踏出自己的舒適圈 他後學會發現 後學可能就是 大家 口中講的那種 媽寶 就是媽媽給你看 你看我看我 那種媽寶的感覺 因為 因為真的很多事情 像 出來工作 你可能錢自己賺了 那你 可能 水費啊 電費啊 保險啊 什麼的 然後還有一些 你要你的生活 基本開銷 你要自己去 去衡量 去金金地 去把自己做好 然後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你還有 工作要做 你還有 在火食團 要幫幫 要一些 去把自己時間安排好 後學也很感謝 那時候 願意做這個選擇 自己 那到了火食團之後呢 後學第一次 第一 最先學到的 定課 這個 這個真的 後學後學發現 這個真的很重要 定課 定課 就是 我們 一貫道的定課 每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 是召喚現象 那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念經跟善事 那 那時候 後學來到 遠東火食團的時候 其實 最先做的是 扣手 因為 扣手這件事情 是我們 每天都要做的嘛 因為有佛堂 你就一定要 找現象跟晚現象 然後這樣扣手 這樣扣手 那 可是 可是後學 當時候做的時候 因為 後學是一個 蠻 蠻 遵從規則的人 所以規則怎麼定 後學就會怎麼做 所以 其實 剛才講 扣手的時候 後學幾乎都沒有缺席 那 可是有時候 後學就會覺得說 欸 奇怪 為什麼 其他學長姐 可能工作嘛 然後是他們 突然間覺得 想要休息啊 很累啊 就沒有做 可是 所以大部分時間 都後學在扣手 後學就是 就有時候 信念就會 天了 天了 所謂的 騙就是 而什麼都是後學一個 因為 很殘的時候 就是後學一個人 自己在那邊扣手 招完店 自己在扣手 所以就會覺得很生 有點生氣啊 就覺得說 我們來活上 怎麼可以這樣 可是 那時候學自己內心 後學 你有發現到一件事情嗎 我們扣手的時候 跟念經的時候 心念很容易偏 就沒辦法 專注在當下 那個時刻 那個心念會很常 幾 幾經萬念啊 啊 後學也是 這樣的狀態下 後學就會很常去 很常去抱怨 很常去埋怨 就會覺得說 這樣怎麼會這樣呢 那 再來是念經 念經也是我們到了後續 在 呃 我們有新冠肺炎疫情的時候 我們就 我們就會有一個萬人讀經 萬人那個念經回向那一個 也是到那時候才有的概念 然後 三思是 我們 或許來火車丸座 最常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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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 因為那時候已經 莊老師那邊 我已經開始有在推 所謂的福田 其實後學覺得說 定賀 每天要這樣做 真的 他不只幫助我們心念上 有 有 更 殘阻的進步 因為你會慢慢減少你的念頭 你有萬念 那其實三思這件事情 後學也真的蠻 蠻贊成的 因為 他已經變成後學的生活習慣 每天後學都會踩屍 然後每天扣手 後學也覺得他 後學應該是後學要做的事情 那念經的時候 後學只要騎機車 因為騎機車其實沒什麼事情做 那後學只要 閒下時間 念 就是你做事情如果他不需要動腦袋的話 其實後學就會念經就自然會念經 那也是佔了習慣去培養 那再來就是財師 後學真的很推財師 因為每天我們 就說財師 其實我們可以想一下嘛 布施這件事情 譬如說我們最近剛好要蓋 光臨的佛堂 那佛堂這件事情 蓋佛堂這件事情 我們可能有些人的財力可能不太夠 所以只能無謂是 但是其實你只要布施那幾百塊 一千塊幾萬塊都行 這跟今天佛堂蓋起來之後呢 他也會有你一份功德 那只要往後 有人來到佛堂 可能藉由這間佛堂來去學習 去去掃地啊 去做什麼事情 他的做的一件事 這樣的緣分 他會跟你結上緣 他做那一份的功德 也會在你身上 其實佛堂是 那個法師無謂是他真的很棒 那後學也覺得 透過財師這件後學 從那時候開始 一開始佛堂是都會覺得說 都會講說 佛堂是會有聯繫福報嘛 所以我們當下都是為了福報而 財師 可是到後面後學慢慢布施的時候 會發現一件事情 在他們一邊布施一邊布施之後 會減少自己的貪念跟萬念 因為 你每天都會有一個很明確的概念 我要布施點什麼 我要犯下點什麼 我要捨下點什麼 那些每天慢慢的練習 慢慢練習之後 我們會發現其實 真的發現修行 透過三世並進的事情 我們慢慢了解說 修行是在修減法 而不是說加法 我們會覺得常常說 學習增加知識 那修行 他其實是在減掉我們的 談念 萬念 策念 思念 那其實 三世也在犯下 跟捨下這個概念 所以會選蠻推 所以我們可以慢慢去嘗試 做三世並進的概念 那到了活算之後 就是當然要渡人 這也是後學最苦惱的一個部分 因為後學 後學有講 是後學不太會 不太敢開口 然後再加上 後學 當時候的自己 就是 對於自己 修行這件事情 其實也 也不太敢 保分之百 保證自己很認真在修行 可能就只有修在表面上 行為上的而已 那 那其實渡人他有一個很重要的 你除了渡人 你要開口之外 你還要講話題 可是你講話題 怎麼可能跟他聊說 你哪裡來的啊 你讀什麼科系啊 沒有話題了 這樣就不對了嘛 所以 當時候學會覺得說 我們那時候渡人最方便的 最好的 其實當時候在遠東渡人 其實他算是簡單的一個方式 因為 我們 我們會 遠東那邊有一個 學生他們都會有了 志工時速 他們要滿八個小時的志工時速 才能夠畢業 所以這也是因為這個制度下 所以我們只要去 只要去有 安排 可能學長 或者是 那個慧敬學姐 他們可能去 安排他們去幫忙 學校去做 去做那個宣導說 誒我們我算這邊有 有那個志工時速啊 會做志工 對呀 你們來 我們會罰多少志工時速給你們 你們這樣就可以畢業這樣 所以 當時候這樣的方式就會很多人來 然後再加上 雖然後學不太會講話 但是 還是會講點什麼東西 所以後學會發現其實 團隊渡人 會 互相補足我們的 團團 然後再加上我們會 定期的規劃一些 新生的課程 所以也讓一些新生 透過這些課程 然後去做志工 他們會在那段時間 蠻發心的 可是 可是到後續後學還發現 渡人真的比較簡單 成全人真的比較難 因為他們也確實能夠 來 來 來做修行 可是他們當時候來 我所想的目的是什麼 志工時速而已 所以志工時速結束完之後 他們會發現 他們會 除非他們會覺得 在這邊會學到什麼 其實要不然他們會覺得 我志工時速拿到了 這邊 就只是個社團 他們就會 他們就會 有點脫離開火師團的概念 所以後學 後學也覺得說 真的 真的 渡人 團隊去渡人 比較容易 可是 自己去渡人 開火的時候 又是另外一個功夫 那後學接下來 先講成全 那其實成全 後學其實 學的最多也是在成全這一塊 因為成全 你會遇到很多學弟妹 問一些很奇怪怪的問題 那 那後學也發現 也是透過成全的時候 後學才了解到平等的概念 因此 我們有時候會覺得說 我們是淺淺 我是學長 然後可能安排了一些事情 給學弟妹做 那 或是跟他在講話討論過程中 我們可能會有一種 散對下的口氣 譬如說我們在講 講話的過程中 會跟他講 那 會有一種教訓的概念 那 可是後學慢慢發現 在 慢慢發現 其實 有些學弟妹 他們的概念 跟想法是 蠻棒的 那你跟他剛剛聊完之後 你可能會從他身上 例如他的生活背景 他的環境 或者是他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會給你一個起敵的概念 後學慢慢發現 就是 後學已經漸漸的沒有把學弟妹 當成是學弟妹而已 而是把他當成朋友 當成朋友之後 你會發現 你跟他在講事情 跟他討論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平等的性 那 後學 後學在成全過程中 其實最好玩的 會遇到 像後學剛好講到 我們會有提到 人性本善這件事情 我們講到人性本善 我們常常講 修行會有人性本善的概念 可是 我們真的心底 打同心底 是人性本善的概念 好像就不一定 因為後學舉一下例子 例如說後學可能以前是當 在原動的時候是當文書的組長 他有一個學弟是在後學的組別裡面 那後學就可能會 會 讓他去做海報 然後是後學就跟他講 你要海報怎麼做 你要可能要找 找那個 地目跟方向 然後後學就 就可能去做些事情 然後回來說 他就 他就剛好在 他就沒做 那一次兩次都沒做的狀態下 後學是不是就那天就請 我跟他安排的事情 他就不會做啊 那我幹嘛請他做 我可能就會找其他人做了嘛 所以後學有沒有發現 一道一件事情 我們一直想說 人性本善 可是我們內心真的有 有打從心底 人性本善嗎 還是其實我們覺得 人 人會有惰性 會有私心 所以他不容易成全 不容易 不容易 渡化成功 如果我們有這種心念的時候 但都會進階變成說 我們 跟任何緣分 會有一種 隔閡 會有一個距離在 然後後學也是 透過這件事情 才發現 其實 因為很常學弟妹會跟我說 一些學長姐 他跟他講了什麼話 然後後學聽完之後就會發現 就會跟他們講一些概念 那 那再 更好玩的是我們 我們是不是 以前會常講 有一個句話 那個 那句話叫做 翻舊帳 這句話叫翻舊帳 我們有想過嗎 翻舊帳這句話 他很恐怖 為什麼恐怖 因為 我們在討論 跟人家聊天的時候 可能會 例如說 今天可能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學弟妹 沒做好一件事情 然後你跟他聊著 那個對象 他可能 對方可能會講說 我是因為什麼 怎麼沒做 我們就會想說 他以前曾經什麼事情沒做 然後就翻了舊帳 跟他講這件事情 他沒做沒做 或者是什麼事情 那 這件事情很可怕 為什麼很可怕 因為 翻舊帳這件事情 在我們第一裡面 這些事情 都是對方的錯 都是對方的錯 我們有時候講了一些口語啊 一些概念啊 如果我們去試試思量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我們講這句話 其實打同心底 都會覺得說 都是對方的錯 都是對方的不對 那在看 在看待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抱怨 慢慢就會出現了 譬如說 還有我們常講 跟人家聊著聊著 然後可能會講 某個人的 生活習慣 或者是做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講講的時候 就會突然間在補一句話 我不是在抱怨哦 可是在別人看來 他是不是在抱怨 是啊 是在抱怨 這件事情他就是在抱怨 沒錯 那 我們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我們都會希望 其實以後學的單位來講 我們都會希望自己的到場的二代啊 或者是比較年輕後輩 其實爸爸媽媽他們也會希望自己 有來有來到場學期的人 都會希望自己的孩子 兒子女兒都會出來 那 這抱怨文化後學 真的會覺得說 我們必須去慢慢的去調整 因為 我們想一下嘛 今天爸爸媽媽來到佛堂 那 來到佛堂去 去跟錢賢去做志工啊 去聽課啊 什麼都好 可是今天可能某個錢賢 某個 某些組長們 可能不小心講了一句話 他可能是因為你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他去提醒你 可是你 因為提醒了這句話 那你覺得 不舒服 不愉快 然後你就回去跟 跟妳的 兒子 跟妳的 孩子後輩們 在講說 今天我來佛堂 發生了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一次兩次 你的孩子 你的後輩們 聽到的時候會覺得怎樣 啊 佛堂 這麼恐怖哦 他還是跟 就跟職場一樣啊 他們 他們好像也沒有在修行 那 我去佛堂好嗎 我會學到什麼東西 因為他常常這樣聽嘛 聽久 他還會想來佛堂嘛 可能就會 不太敢來了 所以 抱怨文化這件事情 也會間接的 讓身邊的人 事物 漸漸會 脫離我們 因為我們 每天發生的這件事情之後 沒有想到 我們要往自己心裡面去 去 找尋問題 而是在埋怨 是對方的問題 才導致 導致我的不舒服 跟不愉快 所以這些事情 其實也是後輩在 在做成全的過程中 去 跟學妹聊天啊 甚至去 談事做完之後 才慢慢去了解說 有些 有時候我們 講的一些話 或者一些行為 其實他還有一些 很深層的心情 或者是情緒 或者是一些概念在裡面 也需要我們去 慢慢的去了解 那 再來就是 我們的散步禮 其實 後學剛剛有講到 環境很重要 因為來到佛堂之後呢 來到佛堂之後 我們做任何事情 都會有 業率 都會有 然後還有這個環境嘛 我們在 我們可以想一下嘛 我們在家 跟在佛堂 的狀態是不一樣的 在佛堂的時候 我們會穿 穿著很端莊很端正 那 我們做事情 或者去跟人家 應推進隊 講的話 其實都會前顯後覺 然後會比較 會比較 溫如而雅 可是到家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放鬆吧 放鬆的時候 你會怎樣 我們可能就會 滑手機啊 或者是跟人家聊天 可能會 一些口語化的東西 就直接講出來嘛 但是 我們住在佛堂的時候 就會有學弟妹來 你跟他們聊天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做任何事情 學弟妹都會看在眼裡 那 還有 這也是後學在成群的時候 才發現到一件事情 我們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 新道新甘來 跟學弟妹來 的時候 他們 他們的 對道的概念 是在誰身上 在哪裡 是他們就有人嗎 還是他們要怎樣 其實那些道的概念是在 前顯們身上 在學長節身上 因為他們不知道 道好不好 他們不知道 但是學長節前顯們好不好 他們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 我們 我們 這件事情 可能要 可能 我們 當我們了解 真正的事情 我們可能就會發現 我們 我們自己 我們身為前顯 身為學長 可能身為修行人 我們可能有些 規範 有些條件 就是有些事情 我們必須得做好 然後 我們 我們這樣呈現出來 就叫做 道的概念 修道的概念 這樣我們後輩就會有個方向 有個 有個目標可以做儀選 這也是後學在 復禮佛堂的時候 慢慢發現 就是來到佛堂之後 你會 遵守戒律 然後又有這個 很乾淨的環境賽 那 其實 來佛堂真的很棒 因為 三師真的 無時無刻都可以做到 你可以財師嘛 那你跟學弟妹聊天 你只要給他開心 給他愉快 那你就是法師 那還有無威師 你可能 今天看到 有個 有可能 某個人 他吃飯不小心 掉在地板上 或者是他丟了什麼 沒丟好 你撿起來 那個也是無威師 那個 其實來佛堂 其實 三師是最容易做到的 因為我們可能回到家裡 不容易做到 是三師 因為 三師是跟 動身 結下善緣的 最好的方法 所以 所以我們來佛堂 是要 要把握機會 來佛堂的機會 然後再來就是 不離前嫌 就是三知識 其實後學 後學真的 真的覺得在 在佛堂的時候 有上知識在真的很棒 因為上知識 會在你 無意間 可能你發生了什麼 事情的時候 去提醒你 那後學 後學其實 比較想分享的 其實是在 如果是我這邊 如果是我這邊 後學 後學會 後學會分享這一段 其實也是因為這句 這件事情 讓後學 開始有一個 概念在 因為後學來到 火算之後 後學有講說 後學其實在 剛開始來的時候 其實都比較修表面工夫 跟修行為上 就是 只有行為上 產生有道的行為 那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或者在 做的過程中 可能會有 學弟們覺得說 後學可能做不夠好啊 會給後學 這樣的 回饋意見嘛 那 甚至有時候會 會有被 會有被 所以特製的嫌疑 所謂特製的嫌疑就是 學弟會覺得說 他想要試你的 功夫到哪裡的狀態 那這樣的狀態 其實後學就會開始 會覺得說 欸 奇怪這個學弟 到底是怎樣 回事 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常 做這件事情 讓後學 有一種 不舒服的感覺 那重點就來了 其實在休閒過程 如果 我們感受到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要警惕一下了 為什麼不舒服 真的是對方 讓我們不舒服嗎 還是我們心裡面 已經產了 產生了一些偏差 就是人性本而這件事情 讓我們感受到不舒服 那後學剛好就 就是我們 我算剛好有在 開會 然後想要 因為我們 我們很常會發 就是 學弟妹如果有事情的時候 其實老師都會幫忙處理 那有些學長姐也會幫忙處理 那我們剛好有一次開會 就就把這件事情 開始去做 做提出來 然後去跟大家去做探討 去做討論 那後學就那時候就剛好就提出 後學跟這個學弟的一些 心情跟狀態 那剛好 一位學姐就跟 剛好就是一位學姐該跟後學聊 那一位學姐她 蠻常聽一些道理 然後就跟後學在講這件事情 他就講說 那 這個學弟 這個學弟他跟你發生這件事情 那如果是我做這件事情 你會怎樣 那後學就說不會怎樣 發現了重點了嗎 發現重點了嗎 這件事情如果是我們討厭的人做 他就算做得再好 我們還是我們內心的行為 我會覺得說 阿姨 他沒有那麼好啦 他那個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那 可是如果這個學姐 可能做 可能是換個對象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會覺得 他做得很好 做得很棒 因為我們內心 其實對他沒有任何偏見 也沒有任何的私心在裡面作用 所以後學才 後學 當下聽學姐講那些話說 後學其實內心是很掙扎的 我會覺得說 可是 或許看到就是這樣啊 他就是這樣的行為 他就是這樣的個性 可是學姐跟我講那些話說 後學後續思考 對 就是後學才發現 其實是後學心裡面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心是一個畫畫畫師 工畫師 我們怎麼畫 怎麼 怎麼都是我們心念 怎麼呈現的 如果我們一直把這件事情 放在心裡面去做 懲罰自己 然後去認為都是對方的錯的話 其實我們會不容易 往自己內心進去挖掘 去了解 我們這麼想 哪裡出了問題 那再來就是不離經典 其實後學發現來到佛禪之後 不離經典真的蠻重要的 因為 因為很多 像後學在這樣分享 說很多會是我們生活上的經驗 那 不離經典 其實後學 後學蠻喜歡 從老師講了一句話的 我們 我們有一些佛學 一些經典概念 會 會發現 不容易完成 會發現不容易知道 該怎麼做 像 我們常講那個 道真 理真 天命真 後學這句話 一直記得很深 可是因為 以前我們在後學在練習的時候 當時候 媽媽 媽媽 讓我辦道理節 在辦道理節的時候 後學就 媽媽跟後學講說 道真理真的時候 道真理真天命真的時候 這句話 你在念出來的時候 因為你的信念 你會覺得他很真 然後你會講出他 他會感動人心的 那後學當時候覺得這句話 講出來後學覺得 沒有很大的 很大的概念在裡面 因為 後學那時候對道的信心 沒有那麼足夠 那 那後學就會覺得 好像 沒辦法去把這句話講得很好嘛 可是當到了後續 我們 有位前顯他剛好分享道真理真天命真的時候 他有講到一個概念 如果我們要 要了解道真理真天命真的話 真的需要發生到生命上的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道真理真天命真 又或者 其實就跟爬上的概念一樣 我們在爬之前 可能會 可能會有一個 可能會 可能會剛開始爬的時候 爬還行嘛 那剛開始爬的時候會覺得說 爬爬爬著 然後爬到一半會突然今天累了 可是你 你會發現 就是會覺得 我們自己可能 可能可以回去了 那 那會覺得說 可是今天我已經花了時間 來爬山了 那可能在想說在爬的 再往上爬了 然後爬到三分之的時候 覺得好像差不多了 該回去了吧 那繼續 那我們還願不願再做 還願不願再做 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們在做上去的時候 到了一半 到了一半的時候 有人想說 欸好像到了一半 應該 走回去跟 爬山的那個路程差不多了 那我們這時候 我們還是會 內心會存在著 好像 好像可以回去了 吧 會有退 會有退掉的信念 退到 就是我們退到的信念 可是當 我們已經 在二分之一 在晚上 再爬一點點的時候 就是我們修行 修到 往後面再修行到一段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距離頂點 已經 就這麼小段距離了 再往上爬 就可以到頂點了 那個時候我們心會很 很真誠 會覺得我們再往上爬好了 那個信念就會 信心是百分之一百的重組 所以後學會發現 其實 我們 我們在 不離經典這件事情上面 經典出現了這句話 然後我們跟 現實 跟現實 還有跟我們實際做的概念 會不一樣 是因為 我們在嘗試過程 嘗試一次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會覺得說好像不一樣 可是當我們 四到一百次 一千次的時候 欸 對了 好像成功了 我們會對這句經典更有信心 更有一個概念在 這就是 那時候 那個這句話是 崇老師他跟我會講的 佛學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試一次 兩次 四次 五次 達到直到成功為止 你才會 真正的了解說 他是真的 他沒有欺騙你 因為這些東西就是我們生活上 經驗而 而累積而成的 那一個行為 那其實 其實 其實我會覺得說 我們 為什麼要不離經典 是因為 經典上面 其實都是先選 剩前 先否他們 成否的那些 過程跟 累積跟方向 但是如果我們在 設定目標 跟在 在 制定一些過程 制定一些方向的時候 如果能夠從經典上面 移民據典去做 其實他會 更幫助我們 在修行的過程中 不會出現任何的 查措 那 後學到了 最後這邊 這是結語 這個 後學 後學念 念一次 道是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百的圓滿 但是圖爾是否有 百分之一百的信念呢 有百分之一百的信念 有百分之一百的修 才能百分之一百的成 圖爾 要踏實底修 沒有一點虛偽 把以往不好的觀念 做個徹底的調整 要做到真修實練 那其實 後學會 後學會覺得這句話 很 很好的原因是因為 後學在剛來火山的時候 當時候那個 童老師 就很常問我們一句話 來 他問我們說 你們對道的信心 幾分 一到 零到一百幾分 那後學當時候在想說 對 後學對道 對因果 這件事情 相信的程度有多少 後學那時候 後學那時候 剛來火山 大概是四年前的時候 後學那時候給自己 好像是七十分吧 七十分 然後後面 到了後面 後學在火山慢慢學解 萬分 八十分 九十分 然後到了近期 後學 後學到近期 然後 發生了一些事情之後 後學才慢慢的達到 所有一百分 因為後學才發現 渡人跟橫拳這件事情 是後學必須得做的 那後學也會發現 其實我們如果 在修行的過程中 那個信念很重要 因為只有信念 百分之一百 你的後面的信 怨 行政 才沒有任何一點虛偽 跟殘渣一些 觀念在裡面 這是後學 覺得 這句這個 先佛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再來是 在這同時也別忘了 修道不可 離開半道 動時度重 近時 近思 幾過 動時度人 容易做到 近時度幾 是最困難的 對不對 貪稱吃我慢 這麼能 複雜人心 談何容易啊 後學這邊 分享一下 我慢的概念 因為其實 在修半道 真的 修半道很重要 因為 你要修道 又要半道 要修自己的心嘛 然後也要去辦道 因為修半 這兩件事 是一步一腳印的 那 後學也是來 火山之後 我們很常 會有學弟妹 剛剛求完道 然後我們會學長 學長大概 兩人一組的狀態 去做成全跟引導 然後那時候剛好 後學是來昆山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 那個 近海學長跟後學 在跟那個 成全一個學弟 剛來求道的一個 求道人 那 近海學長他是主要去 去分享的 因為他比較 比較會講話 那後學就在旁邊聽 然後有時候 後學就覺得說 他講的 可能 這個球道人 他沒聽清楚 或是怎樣 後學就會 在內心就覺得 嗯 好像可以怎麼講 怎麼講 那 後學就會去做 打斷這件事情 打斷他 就可能後學 等一下後學 就這邊覺得 應該怎麼樣 然後就 插進去了 那 我們這邊想一下 如果我們是 剛 球道的 新道卿的時候 他在看到我們 那個兩個學長 怎麼在做這件事情 他會覺得 很納悶 為什麼 你們 在被東西修行人 然後 為什麼要 打斷人家講話 好像 會是 給人家的印象 是扣分的 那 或許那時候 做完這件事情 內心在想 對 我們家是一個團隊 那 我為什麼會 會做出這個行為 為什麼會打斷人家 我們應該是 互相 彼此 補足 加分 才對 發現問題的時候 應該是 我們去 把這件問題做好 而不是 把問題挑出來 然後 給那個學長 難堪 好像不對了 這樣就不對了 這個行為 就是有點 我慢的心在裡面 其實 很多時候 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 都會參雜一些 人心作用在裡面 那 或許這邊 再分享一個 一個概念 因為 或許 或許覺得說 這複雜人心 談很容易 因為 或許也覺得 在 有一次 或許的 哥哥有一次生病 那 那時候媽媽 都在照顧他 那時候 或許還小 或許覺得媽媽照顧哥哥這件事情 一定 因為媽媽的心 都在照顧哥哥心思上面 然後沒有照顧到 或許 那或許就會覺得 媽媽 好像沒有 這麼關注我的事 沒有這麼關注我 那 再加上 那段時間 或許也發現媽媽好像很累 那 我們的 單位啊 也剛好有 半個出遊 原本我們 答應 有答應要 後學跟媽媽要一起去的 那 那 後學 後學那時候 在出門的時候 其實後學內心是 關心媽媽的 後學覺得媽媽照顧哥哥好累 心很累 可能可以出去玩一下 半鐘一下心情 可是 可是那時候媽媽 竟然跟後學說 他沒辦法去 因為媽媽要照顧哥哥嘛 我們在家上 我是小朋友 我內心就會覺得說 媽媽這樣很偏行 沒有很好 那 可是後學在講什麼話 後學跟媽媽講了一句話 後學真的覺得自己 真的太不孝順了 後學跟媽媽講了那個 你都只關心哥哥 我剛才出去的 不要再回來好了 後學講完這句話 媽媽在家 一定很難過 但是後學 後學也是 四個多年後學才發現 後學真的太不應該了 後學內心其實是 想關心媽媽的 我也想跟媽媽說 你 你要不要出去 玩一下 放鬆 那 那可是後學內心 這樣講的話 是因為 你都關心哥哥 所以我後學的內心 其實是 我覺得媽媽 關心哥哥 都關心哥哥 沒有關心在我身上 一個情緒在裡面 這句話 還包含著我關心媽媽 希望媽媽可以 跟後學出去玩 放鬆一下情景 可是我們講出來的話 真的有關心到別人嗎 還是給人家 感受到痛苦 跟不舒服 所以 有時候我們做的一些行為 或是一些話 我們可能可以去思考一下 可是 最重要的是 但是當這件事情 發生在我們身上 我們如果感受到 不舒服 不愉快的時候 那個就是重點了 那個就是重點 因為聖淫物於欣慰 聖淫物於隱為 這件事情 他很重要 如果我們覺得 不舒服 不愉快的時候 我們可能可以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會讓我們不舒服 為什麼讓我們不愉快 後學的分享到這邊 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原師 各位健全大早 大家晚安 今天 非常感謝 維林獎師 跟我們分享 選擇 做自己的主人 當然在 你人生過程當中 有很多選擇 但是要真的是 做 選擇 可以當一個人的 做我們生命當中的主人 這是 很不簡單的一件事 當然在 聽到維林獎師 跟我們講了 他的 一些 分享了他的一些 過程 還有學習的歷程 讓我們可以深深感受到 真的 人不在道中 你或許就在節中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 因緣 因緣 業力 可能不相同 但是相同的就是 我們當我們都求的到 認識的到 他在修道學道當中 你要如何去真正的 當自己的主人 我們不要被我們的環業 所影響大 那樣就有一些可惜 所以在生命當中 既然我們在修行的這條路 再 再走了 就要肯得吃苦 肯得吃苦 因為我們有時候 在 當然在修 修班道的 當中 選擇是很重要的 以前我們常聽過一句話 難怕入錯行 你怕駕錯郎 在我們修道的過程當中 既然 我們 都求了這個道了 也認識的道真理真天命真了 就要當我們這一次的 真正的主人 在修半道的路途當中 就要好好的修嘛 不然我們時常聽 是政導大人跟我們說 這一次修 修到呢 可以讓我們一試修 一試成 那你要一試修 一試成的話呢 如果沒有在修半道的路途當中 用一點心 精進一點 那我們要如何 可以一試修 一試一試成 所以也感謝 維林講師跟我們分享 這麼精采的內容 當然 他這一次分享的 更加的完美 更加的棒 真的是很優秀的 因為我們在修半的路途當中 也就是要 時常不斷的 時常不斷的練習 然後可以再把我們最好的一面 呈現給我們的 各位前嫌來分享 大家的一些學習的過程 還有歷程 有的人說結果 有的人說結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我們的 學習的歷程跟過程當中 我們體會多少 我們體悟多少 人生如果沒有一個過程 他就沒有一個成就 所以在這個 歷念的過程當中 讓我們學習到 現在 現在的各位在賠信的年輕講師 他們大部分都很用心 在 在在學習 當然有這個平台 讓他們學習的話 希望各位前嫌 就是 如果我們有明德班的話 大家可以來 互相的 互持 讓我們這一些年輕的講師 能夠 更快的成長 更快的成長 讓我們的大屋 可以更加的 增加的發展 因為時間的關心 我寫就 簡單報告到這裡 感謝那個 維林講師 跟我們分享 選擇做自己生命中的主人 好 感謝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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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安師 領任 各位前嫌 好 那我們今天 明德班就上到這裡 好 大眾請起立 一起必頒 向無吉拉姆行山一公里 全道一一公 再一公 三一公 感謝點安師 此一公 感謝講師此一公 昆道一一公 再一公 三一公 感謝點安師 此一公 感謝講師此一公 好 大家 待會兒 宋經見 好 大家 拜拜 天醫師晚安 拜拜 好 好 各位前嫌 大家晚安